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11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陳凡局長說 在研究過海隧道的擠塞徵費 即是收錢 而且針對私家車的情況 可能會推出過海隧道不同時段不同收費 情況如何 這節和各位一起討論這個影響 都有不少司機大哥是關事的 另一邊也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道 政府過海隧道打算推擠塞徵費 重訂各隧道的收費 運防局局長陳凡說 或許會推出不同時段不同收費 報道的內文是 繁忙時段部分過海隧道出現擠塞的問題 政府打算實施隧道擠塞徵費 以改善情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在星期六 6月11日 暫民表示 政府建議藉著明年接收西區海底隧道的契機 配合不停車繳費系統的技術 重新離定各過海隧道的收費 推行這個擠塞徵費說 徵費應該以控制私家車 使用過海隧道為重點 騰出有限道路資源給其他車輛使用 陳凡局長表示 近日市面人流增加 交通流量也回升 交通擠塞問題也逐漸浮現 他就說政府在1993年將為期30年的建造 營運及移交專營權批給西區海底隧道有限公司 而專營權將會在2023年8月1日戒滿 到時政府會接收西稅 負責營運、管理及維修的隧道 隨著西稅即將回歸是政府隧道 正好提供一個契機禍 讓當局對政下約處理 困擾市民多時的過海隧道擠塞問題 因應過海隧道擠塞情況 在上班、下班的高峰時間特別嚴重 運輸署在2019年7月展開擠塞徵費研究 檢討及重新制定政府收費隧道及道路的收費水平 濟塞徵費以善用有限的道路空間為理念 因應隧道在不同時段的濟塞情況收取不同費用 並針對效率偏低的車輛 希望改變駕駛人士的出行習慣 鼓勵他們轉成公共交通工具 或在繁忙時段以外使用相關隧道及路段 壓制及分散繁忙時段超額的交通需求 提高整體道路網絡的使用效率 陳凡局長表示 西稅目前是再沒有剩餘容量 分流紅稅及東稅的超額車流 倘若政府收回西稅的時間 維持所有過海隧道收費不變 擠塞的情況將會持續 如果政府只調低西稅收費 就會進一步加劇現時過海隧道 以及周邊道路在繁忙時間的濟塞情況 並非解決過海濟塞的方法 報導的內文提到 當局6月17日將會向立法會 相關委員會簡介是濟塞正費原則 展開第一階段諮詢 聽取公眾意見過後就制定調整 這個隧道費用的具體方案 並計劃在今年之內再徵詢各界意見 同各位網友跟進過這一則最新消息 看來各位駕車司機大哥要多加留意 這也影響著不少駕車的朋友 兼且這件事又是拿上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跟進 說現在的現任議員將要就著這個建議提出一些方法 究竟怎樣做才能解決過海隧道擠塞的問題 兼且究竟是調低費用還是增加費用 還是如局長所指 有一個擠塞徵費 即是月室的時間 有機會就要收些錢 兼且可能是不同時段不同收費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這件事暫時的資料有限 只是來自局長的暫文和報章的報道 看來也要等到6月17日 相關文件交到相關委員會才有進一步的資料公佈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澳門在6月15日開始 縮短入境人士集中隔離日數至10日 報道的內文是感格 澳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公佈 鑑於新冠病毒Omicron變異株潛伏期比較短 感染者一般在接觸過後的7天內 就可以透過核酸檢測發現 經分析近期中國內地經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數據 在下星期三 零時開始 對於由香港 台灣 或外國地區入境 澳門並符合一定條件的人士 將會實施10加7 即10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和7天自我健康監察的防疫措施 各位有需要去澳門的朋友多加留意 相關的隔離檢疫期縮短了 在下星期實施 不知會否更方便 不過日前曾經有消息傳過 香港和澳門日內通關 不過機會比較小 因為澳門那邊已經否認了 並且香港這邊的疫情暫時還是非常不穩定 隨時不知會否爆第六波 所以還要多加觀察 另邊相同各位網友跟進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有位港女出租元朗洪水橋套房 月租2,800元 極簡陋、故租 網民齊嘲諷似公廁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房屋需要嚴峻 即使是環境惡劣的劏房也有不少人租 不過近日有人出租的套房 被網民指寧願睡街也不租 有位港女在網上放租元朗洪水橋一間套房 月租2,800元 聲稱交通方便 近輕鐵站和巴士站 附近有街市、超市、酒樓和餐廳 不過從她拍攝的照片可見 屋內十分簡陋和污租價 令大批網民嘲諷這個單位似公廁 亦有網友說 我第一眼就看到拍公廁上來做甚麼 那位港女在Facebook群組自己物業自己放租 買免佣發鐵文放租一間免佣金的套房 從她上載的兩張照片可見 屋內沒有窗 只有一個廁所和洗手盆 馬桶十分殘舊 有多處污漬 地板亦出現多條裂痕 加上牆壁塗上了淺藍色 如果不看文字描述 只是看照片 真是被人以為是拍攝公廁 那不少網民留言嘲諷 就說這是不是公廁的設計 亦有人說你們真是不認識 這間是以公廁為主題的特色套房 好考設計師的功夫 亦有人說第一眼以為公廁 看真點真是衰過公廁 亦有網民批評租金和套房質素不成正比 就說二千八百多元 這間這樣東西 槍也沒有 公廁這款 明白為何那麼多人寧願睡街 這宗網絡熱話 亦是繼續討論當中 二千八百元 租一個這麼似公廁的套房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留意到 網民不斷嘲諷 好像公廁一樣 另外提提各位老友記 根據HK01的報道 黃雨取消繼續有狂風雷暴 天文台說需要警覺 這個河道氾濫危險 報導內文提到 天文台表示受西南汽流影響 本港未來一兩天仍然有雨 中午12時40分 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指短期內香港廣泛地區 可能受大雨影響 在下午1時15分亦發出黃雨警告 各位網友多加注意天氣狀況 近來大風大雨正正是這段時間 香港的寫照 各位網友也要留意 剛剛一隻掛完黃雨 但未來幾天都是狂風雷暴 各位網友多加注意多加保重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也多謝各位這麼有毅力的觀眾和網友 追蹤這套繼續努力做好民生的倡議 說現在的隧道和過海的擠塞收費 大家又怎樣看不妨劉過言說一說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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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